57天啊兄弟们 我的弹窗3终于解开了 我可以进北京啦 有些人认为了 你的弹窗3究竟是怎么解的 我给大家中一个方法 就能解开弹窗3 听我来跟你分享一下 我的技巧和方法 如果你现在被弹窗3困扰着 那么你看到这个视频 你看对了 希望如果你喜欢的话 给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转发 给更加需要的人 大家知道啊 这个解弹窗3呀 有两个方法 那一个方法呢 是打01012345 这个电话去投诉 但是呢 好多人打电话呢 你会发现 你打进去以后 全部是智能语音 然后123 他会让你按123 结果你发现呢 无论你按1 还是按2 还是按3 告诉你 都会告诉你 不好意思的忙 没有人工 你去公众号12345 去解决吧 如果你通过这个方式解决呢 那可能概率性特别的低 因为打50个电话 都未必有一个电话能进去 因为按3 是人工 基本上是很难很难打进去的 这是第一个途径 那第二个途径就是 公众号 北京12345 民意之通 点击去以后 填各种资料 原来呢 一共有20项 20项左右的资料 你按照实际的情况 填就行了 不要写那些没用的话 比如说你 比如说问你 人家问你去 近7天 或者近14天 到访过哪些城市 你就老老实实写 廊房市 或者是固安县 什么都 老老实写 就不要写 你去看病啊 什么什么 然后一定要填队 北京的社区 北京的社区的名字 还有电话号码 在涉及到 是否联系社区的时候 全宣服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联系社区嘛 那 新一版的这个民意之通 民意之通呢 它取消了五张截图 那五张截图 也是省了大家不少事啊 但是我呢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直在申请这个公众号 12345的时候 总是申请不过 不是申请不过 就是我提交了以后 告诉我说 就是12345回馈我 说要提交给相关的部门去审核 但是没有相关部门去审核 也没有任何短信的反馈 就跟大海捞针一样 就没信了 然后我就很生气嘛 我就打电话给那个 我所前的所在的社区 我说得街道 我说我能不能投入一个社区 因为为什么我的 嗯 台传申请没有人处理呢 然后社区的人 呃 那个街道的人告诉我 如果社区的人收到这条信息的话 一定会帮你处理的 但是如果他没有收到的话 他就不会帮你处理 那说明是12345 有的时候他会压这个信息 他虽然告诉你说 呃 我们会把相关的情况反映给社区 但是其实他并没有反馈 你也不知道他并没有反馈 因为信息量失的太多了 所以他就随便那么一弄 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的弹床三终于解除了 给大家看一看 告诉大家解除的办法是什么啊 绿码 是程序自动解除的 是伟大的北京社区人民帮我解除的 感谢感谢你 我真的很喜欢北京 我真的要想去北京了 希望不要复谈啊 千万不要复谈 我开机门看到有的人又开始谈了 这样算了 我今天要不要去北京呢 我看你 我们你的永 however 我识气无所谈 你能不能复谈 自己立正的 我不知道